公元2110年1月1日 距离地球能源完全枯竭 还有3650天 为了解决能源危机 人类制造了塞尔机器人 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塞尔号 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精灵看守的 无尽能源 在此大碍 无数个黑暗的深月里 不灭的信价依旧在傻傻不息 风暴着挣扎的火焰 在地平时上悄悄满眼 听生命的复兴 阳光芒过你 永远失去生物 成为了希望的花宝 早当的力量 轻软小笔包 挣脱止步不前的漩涡 被援抱 跟着节拍 就在赴远的未来 幸运幸共鸣 那是我们的时代 让表演的未来 不算是遥远的明天 一色悲传 还在茫茫心海摇摆 让奇迹 不再是遥远的明天 赛小夕在恶魔星降落之前 遭遇到星球周围冰火气流的冲击 海盗艾里迅也要趁机偷袭他们 在危机时刻 阿铁打夺取了海盗飞船上的防风天线 成功击败海盗 并在恶魔星降落 第十六集 十五危机 十五危机 这个魔星也太荒凉了 看 而且这里还充满了杀气 你 找个零三巨头去 大 啊 熊火雨 快会飞船 你看 我的屁股 我的屁股 太疼死了 干死 我的屁股 疼死我了 我的屁股 卡洛洛 卡洛洛 快把我煸火 太疼烫死了 太疼烫死了 我果然说的没错 这个星球充满了傻气 一会下火雨 一会下冰雹 这到底是什么破星球啊 现在这情况 别说找惡灵三巨头 就算离开飞船都会非常危险 唉 没办法 咱们等天气好了再出发吧 我先 再小心 你先值班 我们睡一会儿 哼 又是这样 米空 米空 我们带来的鸡明食物 怎么少了一块儿 米空 不过没带来吧 不可能 我昨天还特别检查过 小米 是不是你偷吃了 米空 肯定不是小米 她现在还饿着呢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我们昨天 被爱理训攻击的时候 把食物弄丢了 我们早就在这里埋伏好了 就等你这个小偷 这个是什么精灵啊 好丑啊 这是水系精灵小酷 生活在恶魔星 她说你们这些机器人才是臭华怪 只有那个绿色的大青蛙和自己一样帅 你夸我 我也不会放了你 你把我们的食物偷到哪里去啦 小米 别让他跑了 光线攻击 米空 哭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小酷的波涛碰撞技能 能够反射对方的攻击 可恶的小偷 别逃 别追了 小心火雨和冰雹 好 那小偷被我们吓得不轻 肯定不敢再来了 我们还是想想怎么找恶灵三巨头吧 什么 食物又被偷了 这个可恶的小偷还当回头客了 你看 这些食物最多只够我们的精灵吃一天的了 可恶灵三巨头 没找到 食物也没了 这下可彻底完蛋了 不如 我们回去吧 哼 没完成任务 我绝对不回去 可 可是 是 警报 警报 怎么回事 飞船机体受损严重 急需修复 不会吧 飞船也坏了 唉 这艘飞船 先受到了爱里逊的攻击 接着 又在这里 遭遇到了好几次火雨和冰雹 再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靠飞船 这飞船也要报废了 报废 那我们岂不是要永远留在这个破心球上了 不要 把剩下的食物开个烧烤派对 然后就在这搭个石头房子准备定居吧 我不甘心 我可是堂堂宇宙战士 我还没有成为全宇宙的英雄呢 小夕 怎么了 手的刺激太大 心切烧坏了吧 那可不得了 得立即检查 不是不是 我只是想起来 我老爸临走的时候 给我留了一大箱好吃的 我带来了 真的 当然了 那可是好大一箱 供我们的精灵吃半年的 这一次 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这些食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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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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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往哪儿逃 在吃烧烤的时候 我就看见你在偷听 所以故意说 飞船上还躺着一大箱食物 就是为了躲在箱子里 找到你的老仇 你是想问那个被你打倒的阿天打 那是卡鲁鲁做的假人 还像吗 小米 光速突击 你这小偷 快把我们的食物还来 否则 三小夕 出什么事了 小酷说 你们这群海盗和恶灵三巨头狼狈为奸 把年轻的精灵都抓去等高工 我们这些精灵都快饿死了 不 我们不是海盗啊 我们是塞尔机器人 就是那个专门和海盗做对的塞尔机器人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打败无数海盗的宇宙战士 阿天打 太好了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星球 恶灵兽 恶灵兽 复活了 快点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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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号出发了 我们寻找新的精灵 据说这样就能出名 啦啦啦啦啦 我们创造新的传奇